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像你怎么看 郭董昨天在洗碗盘子的时候 他还舔盘子 这样够轻 有人说盘子的一碗是拆哪 那你拔了吗 是什么事情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笑得如此开怀 原来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周二参访专绩公司时 为了见证产品效果 尽张嘴大舔盘子 竟然两位的舌头都这么灵活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谁的舌头比较厉害 两位的舌肌简直不分上下 难怪台湾政坛不分蓝绿白 干话总是一大堆 市长 好啦 言归正传 阿伯最近蓝绿双方 都把你当成假想敌 要把你纳入民调对手 你怎么看啊 其实老实讲 事实的真相 是我们调皮 怎么样说你的调皮 我都喜欢 喜欢逗人家 这个有缺点 不是啦 他们把我纳入初选民调 如果万一我都不选 那他们的初选 就不测为重办他这样 那阿伯你到底是选 还是不选啊 不要去日本之后 突然说要选啊 还不要 哇阿伯 你真的是很调皮耶 加入好朋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 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 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 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收场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